刘培元的英文教室使用绘画篇第27集 这间浴室有浴缸吗 那我们中文我们英文要怎么讲呢 你家附近有药局吗 有药房吗 他因为便秘而使用通便剂 哇好难啊便秘怎么讲 通便剂怎么讲 所以我们有时候跟老外如果要聊天的时候 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你就不会明明这个状况想要跟老外讲 可是就不会啊 可是外国人他觉得便秘也没有很难啊 那浴缸不会 老外觉得那你英文在学什么 那药局你不知道药局用哪一个字 或者用的字不是他们一般用的 是用很奇怪 是他也觉得你很奇怪 那便秘跟通便剂当然可能难一点 可是他也觉得你英文既然学几十年了 应该这些基本的字啊 应该都会啊 所以老外他觉得亚洲人台湾人大陆人啊 就觉得你学你学英文应该要学实用嘛 要学生活嘛 那结果你们你们老是生活的不太会用 可是你说你CNN听得懂 看得懂 那你说你说那个很多很困难的书 你也看得懂 可是便秘不知道 通便剂也不会 连药局都想不太出来 浴缸有时候都要卡卡的 他们就觉得很奇怪 他把指甲涂成黑色 便色龙 在台湾只有动物园看得到 那这五个都是生活可能用得到的 那我们看看这间浴室有浴缸吗 我这边写的例句都只是案例了 参考一下 不是没有标准答案 does this room have a bathtub 这个字我们就要复合字 组合字 两个字组合在一起 就是洗澡的缸 浴缸 为什么have 因为在does 住动词后面叫have 不然的话单纯应该是has does this room have a bathtub 所以这个有点难念 yes bath 是跟tub 所以美国人他可能 这个th就念得很轻 bath bath tub 这两个音连起来比较不好念 好浴缸就是bath tub 那你家附近有药局吗 那当然我们一般可能会觉得 会被drugstore drugstore 那老外一般比较不用drugstore 甚至他们drug比较少用 因为现在 diugdrug是慢慢变成毒品的 常常电视这个电影机里面都毒品 所以大家也不太喜欢用drug 你用drug 比如说我要去买药 可是人家会听着 你是不是买那个 买那个 买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海洛因啊 那些毒品等等的 所以他们用pharmacy is there a pharmacy near your home is there a pharmacy near your home pharmacy 他们用西药房 药局 用pharmacy 他因为便秘 而使用通便机 便秘就是 拉不出来 难过 堵在里面 所以叫通便机 he took a laxative laxative 这个字难一点 叫通便机 laxative due to constipation 这是便秘 搭不出来 constipation 这句稍微难一点 可是也算实用 也算日常生活 he took a laxative due to constipation 那我们顺便呢 这种 这边了解一下 跟肠子 肠胃有关系的几个单字 有些单字不太好念 因为便秘肠胃的问题 胃很简单 stomach 这个发音 c 念很轻 stomach 肠子呢 intestine 那少部分人 有听到人念intestine 那我们一般是念intestine 那大肠呢 large intestine 小肠呢 small intestine 大的小的 这个很简单 十二指肠呢 duodenum 这个字比较少看到 也比较不好念 duodenum duodenum 比较不好念 脂肠呢 rectin 脂肠 rectin 然后盲肠呢 当然了 你那个医学上专有名词 当然还有别的字 那这些就是说 大部分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不然那个 这个duodenum 已经是蛮专业的 rectin也是 但是那个盲肠呢 还有更专业的字 或者大肠小肠 盲肠是appendix 也是腹录 就是我们书上最后一个腹录 appendix 所以我们再念一次 胃是stomach 肠是intesting 大肠 large intestine 小肠 small intestine 舌子上 duodenum 直肠 rectin 盲肠 appendix 他把指甲 涂成黑色 she painted 我们就用这个pen 就可以了 当然你也可以用别的动词了 she painted her nails black 那个问题 不说fingernail 因为可能涂脚指甲 反正就是 手指甲脚指甲 都涂 都涂成黑色 she painted her nails black 那我们这顺便讲一些很简单的 就颜色 那颜色这大家都会 那有些可能 不是很确定 参考一下 所以我们这颜色 黑色怎么讲 black 白色white 红色red 橙色就是柳丁色了 偏向黄的 但是带一点橘 orange orange 就是柳丁的颜色 orange在英文的意思是柳丁 那橘子是另外一个字 黄色是yellow yellow 那外国人常常讲 这个yellow代表黄种人 yellow black就是 当然黑人了 yellow 那白人就是black 就是white 蓝色是blue 这个电色 一般人可能搞不太清楚 红成黄绿蓝电子 电色 就青色了 有点像青色 比那个蓝色 再浅一点 就带一点什么呢 就是蓝色加一点绿色混合起来 电色 indigo indigo 那有人念成indigo 都有 indigo 或者indigo 我们念indigo好了 burble 紫色 咖啡色 coffee 就咖啡 或者brown brown我们一般中文讲成中色 中色 咖啡色都差不多 或者褐色 golden 金色 金色的 当然这些都是名词了 那golden也是形容词 银色 这很多都可以当名词跟形容词 像银色 也可以当名词 也可以当形容词 silver 银色 绿色green 也是名词跟形容词 skin 肉色 肉色 当然又有人讲flash 就是那个皮肤 又有人这样讲 然后这米色叫beige 不却是beige 粉红色pink pink 它是短音带二的pink 而不是pink pink 灰色gray 大部分是这样子 这个有关于颜色的 我们再列是black white red orange yellow blue indigo or indigo purble coffee brown golden silver green skin beige pink grey 那变色龙呢 在台湾只有动物园才看得到 in taiwan you will see a chameleon 变色龙 chameleon 就有点像 就有点像西翼 lizard 或者像大的壁虎 只是长得不太一样 变色龙 有点像古代的恐龙一样 只是小很多 you will see a chameleon only at a zoo in taiwan you will see a chameleon only at a zoo 只有在动物园才看得到 所以这边讲 chameleon 那你就知道 变色龙怎么讲 那我们最后把这个 五个句子 就念一下 大家熟悉一下 如果以后 你想讲 这间浴室有浴缸吗 does this room have a bathtub 你家附近有药局吗 is there a pharmacy in your home near your house pharmacy 他因为便秘呢 而使用通便剂 he took a laxative due to constipation 但constipation 便秘这个字 不太好念 他把指甲 涂成黑色 she painted her nails black 因为有十个手指甲 那就算 十个 有二十个 脚指甲跟手指甲 各有十个 所以你不会一次 只涂一个 所以加S in taiwan you will see a chameleon only at a zoo 那我们就一次学五个 五个句子 增加我们的绘画 或者是写作 或者英文程度 那我现在有五个频道 欢迎订阅 分享留言 那这一集讲到这里